各位朋友,來到今天社區發展動力和浸會大學的過渡期計劃 一起搞的電話調查計劃的報告發佈會 我們一年都做了很多次的電話調查 基本上的方向都是想探討香港人對政府、對政黨和對不同的社會時事議題的看法 其實你見到過往來過我們這個記者招待會的傳媒朋友 都會知道很詳盡的很多問題 你見到報告每一次都寫得很詳細 所以都需要時間去預備 所以每一次通常我們做完一個電話調查 都需要數星期以上的時間去寫這個報告 所以引申出來的結論和應用力都很多 雖然時間上隔了幾個星期 但是引申出來的應用可以很多 所以我們每一次都希望可以用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 一起聊一聊這個調查的狀況 今天我們繼續很榮幸由Michael DeGloria 即是大高麗博士去講解報告的背景 也會有George Cotley 即是社區發展動力的成員 去講一講 通常每一個研究報告的背景 小小的簡介 大家一來也知道 通常我們除了一些最基本的關於報告的介紹 還有一些數據分析 會有幾位評論的朋友 這次我們榮幸提到三位評論朋友 第一位是社區發展動力培育成員 善重佳 也是前立法會議員 他會講一講 他會怎麼看報告裡面 講市民對政府的觀感、對政黨的觀感 第二位也是另一位社區發展動力的成員 就是陳家樂博士 他是浸會大學的副教授 他現在正在來 所以我們先開始 第三位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夫子劉瑞兆 他是時事評論員 他有個會議 他應該是半個小時都會來 所以我將時間交給高德麗博士George Cotley 講一講簡單的介紹 關於這個報告 大家好 多謝你來這裡 CDI很開心 再一次支持香港過渡期的項目 進行一些定期的調查 我想這個香港過渡期的項目 我們是定期做一些調查 這個香港過渡期的項目 其實到目前為止 提供了最詳細的資料 關於人口 香港人口的資料 基於一個被訪者來說 這個報告給大家一個很仔細的分析 就是這些人 是什麼人去回應我們的問題 他們的背景是什麼呢 因為他們跟著這些數據 就能夠分析 至乎他們是男、女、年紀、收入、職業等等 這些資料都是對我們的評估 為什麼那些人有這樣的意見 是有影響的 還有呢 雖然政黨的成員人數很少 很多選舉的時候 那些人都投票 所以其實很大量的人 他們是會支持這個政黨的 當投票的時候 那另外一些人 我們這個國內的計劃 研究的人 就是會看一下 為什麼那些人 怎麼去決定支持什麼政黨的 那今天呢 我們就有兩個評論員 就是來自兩個主要的政黨的 我想 我們這個國內的計劃 提供的資料 其實是非常之有價值的 對他們來說 因為呢 再一次 因為我們那個政黨這麼小 人數很小 會員人數很小 所以有時候 他們可能是誤會了 那個整體的廣大市民 怎麼想的 所以或者他們自己的會員 就有一些意見 對一個議題來說 但是那些真正投票的人 可能那個看法 是未必同樣一致的 那這些很重要的 政黨要知道的 因為最後呢 他們不是說 叫那些會員投票而議的 他們是需要 是要廣大投票者的支持的 以及要知道那些投票者的想法 所以我們的資料呢 非常之有價值的 對他們來說 那這個項目呢 那這個項目呢 是能夠提供這些資料給大家 那現在我就把時間交給 那看看他有什麼事跟我們說 就是來自這個四月做的調查 謝謝George 但你大概都知道了 就是要提出這個補選的議案 草案 那就是 我們也得到很多的啟發 那有很多人都問題 就關於這個 就是林十年提出的 這個補選的議案 那有些人就說 這個草案呢 就是對這個 是選舉的做法 來的一個攻擊來的 以及攻擊了一些人的選舉權利 也有些人就問問題 就是為什麼那些警方 令到現在進行遊行 請願抗議這麼難呢 大家看看明天的情況就知道了 有些人也都開始問 是不是那些人對這個立法國議員 是否這麼尊重呢 還有也都令到 政府得到的視頻的尊重都少了 還有更加令到一些人 對政府的機構和架構 和那個領袖都是不尊重的 那明天可以看看 明天的遊行 是否這麼和平 那在過去一年來講 大家看到了 越來越多人 其實也有很多民怨 那現在看看很快趣 很簡單地看看 為什麼我們要有選舉呢 選舉很貴的 但是正如約吉爾所說過 在民主來說 民主就是 比其他做其他事情的 比其他人更便宜 如果和埃及或其他地方相比 那選舉呢 不僅是讓人有選舉 亦是要求人們得到選擇才行的 它是需要人們去做一個選擇的 這是選舉很重要的一部分 還有選舉提供一些行動的干擾 或者是那個基礎的 如果是那些人的競選綱領 或者是答應做什麼的話 他們就要履行這個責任 還有這個選舉也要提供一個機會 給一些人去改善 或者拒絕一個領袖 政黨或者項目 譬如說善宗佳 那些人應該很厚皮 才能夠面對別人的指責 或者拒絕 這個政治的本質就是這樣的 還有 也是集中一些人的焦點 在現有的議題身上 現在的人要求什麼呢 你要回應一下 還有一些人想問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關於選舉的一件事 就是會鼓勵參與 去鼓勵一些人去離開他們的利益 的地方 就開始跟其他人一起合作 以至能夠得到足夠的選票 你一定要跟別人合作 以及與其他人一起競爭 這個就是選舉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最後最重要的一件事 關於選舉 選舉和政黨和整個選舉的過程 基本上是容養一些人 那些有民怨的人 就說我想做些事情 請你等人拿起電話 就不要拿起石頭了 那些人就會要聲聯絡 就會問問一些人 其實你想我做些什麼呢 你是不是需要多些錢 還是志願者 不需要多打電話等等 這是一個正面的回應 當你看到這樣的圖畫的時候 你看到這裡 是非常有表達民怨 奮怨的機會 還有很有紀律的 你看到一些人在遊行 很開心的樣子 有些人的樣子 有些人的樣子是微笑的 有一個感覺 就是大家都覺得有一種參與感 還有一種釋放的感覺 一個很有秩序的遊行 這個報告 我針對一件事是選舉 以及選舉的過程 就是在四月尾的十日 最尾的十日 我們進行投票調查 我非常感謝林瑞麟 剛剛提出這個補選草案 問題就是問一些人 如果你想有機會投票 會投給誰做這個特首呢 大家在上次參加過 我們上次12月的記者會的時候 就知道他們是支持哪一個候選人 在12月的時候 我就問問他們 是否支持有一個競爭性的選舉 大部分的人都支持 至少有兩個候選人 差不多大部分的人都支持有三個候選人 很容易大家看到 那些人都支持一個有競爭性的選舉 還有我們都知道 那些人是對 反處理太 和唐英連的觀感比較有正面的 比其他兩個候選人 那個正面的意見更多 這就是12月的時候 我們的調查顯示出來的 但最近這個調查是不同的 因為最近我們問了一些問題 我們用了一個完全假設性的問題 如果你可以去投票的話 我們會問他們 你知道他們這次呢 由於2017年可以直選特首 這是北京已經答應了我們的事情 現在我們很實質地知道了 當然有些人質疑我們可不可以直選特首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很具體地跟其他人說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有一個競爭線的選舉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有些很認真的評估 對於幾個候選人 我們將一個不知道的 我們先不要理會 我們每一個候選人 都有一個大半數的支持 從目前來說 沒有什麼共識 但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我就想告訴大家 如果你沒有一個共識 或者選哪個人的話 你根本就沒有一個授權的身份 曾蔭英權 以前有人授權讓他做這份工作 我們都在想 究竟他是做什麼工作的呢 但是我相信 如果看現在的調查結果的話 你可以做一個結論 就是如果要參加這個選舉 即使一般人來說 可以投票 即使那些人可以投票 有一個競爭性的競爭的時候 還有一些候選人 有說不同的政綱等等 有政綱提出 但大家都有一個很清楚的選項 那些人會怎樣想呢 我們可以看看 一些數據 有沒有一些 有沒有哪些候選人 是特別的 就是 勝算高一些 那些人是比較喜歡的呢 有沒有一個大部分的人 都喜歡的 或者某一類的人 那些人特別喜歡的呢 那我就將這些候選人 就分成了 是有行政和管理經驗的候選人 還有有一批 只是有立法會經驗的人 那就是 那就是阿朱瑜 余若薇 梁家傑 范徐太 等等 或者黃毓民 或者梁國雄 這些 只不過是有一些 就是立法會議員的經驗 我發現 多數人 是中央的候選人 是有立法會語言的人 就不是只有行政管理經驗的人 還有如果你看到被選到的候選人 即直選出來的候選人 你會看到 絕大部分的被訪者 都是支持那些 是面對過選民的候選人 這個你就可以看到一個的發現 我想有些人可能只是對那些數字有興趣 好像銀行傳召的數字也有興趣 不過有時候 是很多東西都可以發現到的 比如說 那些是登記的選民 絕大部分來說 是喜歡一個候選人 是有立法會的經驗 或者是只有立法會經驗 如果那些是沒有登記的選民 25% 那很多都是沒有登記的選民 沒有登記做選民 還有一個有興趣的一點 就是可能你不太喜歡聽到的 可能民主黨、公民黨 未必想有興趣知道 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原因 說出來 比如像林瑞麟那樣 為什麼他們反對這個補選呢 因為他們很擔心 那些泛民就會被人選中 但是這個數字其實不是這樣的 沒有反應到這樣的情況 基本上是差不多是相反的 當我們香港進行選舉的時候 有58至60 是會選泛民的代表 在這個地區的議會上面 這次你見到 是64%的人 他們情願 好像是唐振英 范曹黎泰 梁振英 葉劉 那樣 而不是會選泛民的 而或者最有趣的一點就是 男性和女性比較又如何呢 男性和女性比較又如何呢 大家可能都已經見過了 對於女性學生人來說 支持度是高很多的 這裏全部都坐了 男士在這裏 我們應該有些女士坐在這裏 是講這一點的 提出這一點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我們是需要一位女性的 我們現在來看看 人民支持的情況 在這個特首那裏 看看那個不同的政黨的情況如何 自從社民連分裂之後 我們是第一次的研究數字來的 這一個是 我記得曾經有8.7%的人 就說社民連是最代表他們的政黨 但是他們的分裂 其實就令到他們受到很大的傷害 現在就只剩下2% 還有也都有其他的影響 是對於政黨的選擇 那大部分的人 都是說有政黨是可以代表他們的利益 但是現在就減少了 那所以這些政黨的內控 是對於政黨是很大的損害的 還有一點也是很有趣的 就是對於這個政黨的喜愛程度來說 你看一下這個圖表 其實如果是一些做行政工作的人 沒有人會說這個社民連是代表他們的 或者是工聯會代表他們 或者是職工民代表他們 做行政工作的人是沒有人會這樣說的 那麼這個重要性就是 就是說香港人如果他們說 一個政黨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話 或者再保護他們的話 尤其是在商界的人 他們真的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其實他們是作出選擇的 他們會看這個政黨的形象 那個結構 那麼他們也會用一個邏輯推斷 來看這個政黨和他的關係 所以那些人就會開始想一下 究竟這些政黨是代表什麼東西呢 究竟他們保護什麼東西的利益呢 所以我們就是在看這些東西 就是曾蔭權說到這個成熟的程度的時候 對於我們現在發展的政制 究竟我們是不是值得得到民主呢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作出民主的選擇呢 我們就是在說這件事了 所以當人去選擇政黨的時候 他們就會選擇一些可以代表他們的政黨 譬如民建聯你看到 他的學生的人數是在這個角度的 而民主黨也是這樣的 而對於年齡方面來說 社民聯 是吸引到30歲以下的人 如果你說香港有一個年輕人的黨 就是社民聯 而民建聯可能就是一個比較年長的政黨 你看到他們的支持者 他的年齡比較大 很少人是30歲以下 所以如果民建聯是說 他們是比較難找到人 涉他們的棚子的話 事實上是真的如此的 所以這些數字 其實可以跟大家講到很多 現在我們社會中發生什麼事 還有你看到 多數的男士 男士和女士來說 男士是比較多 會說一個政黨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 還有男性 比較喜歡是公民黨的 比起女性來說 所以你們的黨 是有些性別的問題 你們沒有吸引到足夠的女性 我是跟Kenneth這樣說 因為她有四個女兒 所以Kenneth實在是有一個女性的問題 我相信 在選民登記那方面 你看到他們在這個功能組別 還是在對區界別那裡登記 你看到這大部分的人 他們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你看到人民對於政黨的選擇 其實他們真的可以代表 如果他們真的可以代表 他們可以代表人民的利益 所以你看到這裡不同的候選人 這些人就是說這些政黨最代表他們 我們現在做了這樣的分析 有沒有一個很清晰的展示 第二就是說某一個政黨 是會最突出的 唯一就是這個來自泛民的梁家傑 他是唯一一個很清晰地 跟政黨有關係的 如果他要選特首的話 有些人就說可能 他們覺得民建聯是代表他們的 但是他們仍然都會選擇這個梁家傑 其他政黨的支持者 也可能會選擇梁家傑 如果說到選特首的話 如果你再用其他方法來看 比如你看到唐英年 大部分支持唐英年的人 很多人都不會覺得 有一個政黨是代表他們的 那這裡的問題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們大部分都是不知道 就是他們不知道哪一個政黨是最代表他們的 那這些是唐英年的支持者裡面比較多 那現在呢 我們來看看 一些說政黨支持他們的人 政黨代表他們的人 那我們看看他們 這個表的分佈是怎樣 就是這樣了 我們看到沒有一個特別的候選人 他是完全受到一個政黨支持的 我們知道 人民力量 是不支持唐英年的 完全不支持的 在這個組別裡面 雖然那個組別很小 只有2分的 那所以也不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那如果現在你看到職業 這個在候選人的商界那方面 的候選人在這裏就不太清楚 但是在凡曹黎泰那方面 主要就是失業者 這個家庭主婦 和一些民員的支持者 而在年齡方面來講 最支持唐英年的 就是年輕人了 就是十幾歲的年輕人 我們都知道青少年是怎樣的 那有沒有一個候選人 是屬於外國陣營的呢 如果是10月 我們問一些人對於10月1日 他們有什麼感覺 差不多全部人都說他們覺得 非常的興奮 非常的自豪 但是沒有一個很清楚的候選人 是沒有一個人得到大部分的支持的 你可以看到是非常分裂的 所以 這個外國的陣營 或者一個忠於祖國的陣營 在我們的數字裡 有沒有支持某一個候選人 我們暫時沒有這樣的數據 而在教育方面 也是很有趣的 你可以看到 非常清楚的關係 當教育程度越高 的話 對於唐英年的支持就越低 這個很清楚的 如果這裡 把梁振英拿走的話 而你把兩個公民黨的候選人 即是梁家傑和若薇 你就看到 教育程度越高的人 就越支持他們 所以你看到這裡是非常有關係的 教育程度越高 對於唐英年的支持就越低 而對於公民黨的支持也都越高 我提起這一點 因為大家都知道 政府是決定 是看一下這個界別 而唐英年 作為政務司司長 他對於是一些 想要有居屋的人 亦都是得不到他們的支持 而這個數字 我相信是會下降的 很快 很快就會下降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政府的情況 尤其是他們怎樣 跟隨這些事情的做法 請大家注意 看看對曾蔭權的表現的滿意程度 其實現在這個對他不滿意程度 是去到最高位的 如果你要作出一個比較 你看到這個大概是59% 如果你將他和政務司司長來比較 你就會發覺他沒有那麼差 不過都差不多了 大部分的人都不滿意他的表現 所以這就來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唐英年 真的承繼曾蔭權的話 事情會不會好些 我就想不會了 我們現在看看他們相對的滿意程度 你看一下 這個對於曾蔭權的滿意程度 就是你看到 在民建聯那裡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數字 如果 你看一下 其實在自由黨那裡 反而數字就大很多 差別就大很多 因為唐英年曾經是自由黨的成員 現在我們要看另一個比較 看看收入的組別 曾蔭權在左邊 曾蔭權在左邊 唐英年在右邊 唐英年在右邊 如果你看到有些很大的差別的話 請你告訴我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如果 我們說特首 改了 就在所有的收入組別裡面 覺得都沒有什麼分別的 所以整體來說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有一個真正的 對於政府表現不滿的問題 無論是對曾蔭權或者是對唐英年 都是不滿的 所以這個不滿 就是跟這個政府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政府 其實現在面對是越來越多的不滿 而關於滿意程度 是對香港的生活的滿意程度 我們看到在唐英年曾蔭權的統治之下 現在的不滿程度 亦是達到最高的 這個是2003年的時候的情況 這個調查 就在2003年6月做的 而這個 就在今年4月底的時候所做的 我可以跟大家說到 這個數字是會繼續上升的 就是這個不滿意的程度 這個是2003年6月的數字 我相信可能會上升到那個數字 所以如果明天是少於10萬人上街 我是會覺得非常之猜疑的 我不是說一定會有很多很多人 但是如果有很多很多人 我一定是不會覺得很驚奇的 而收入的組別來說 不是說窮 只是窮人不滿政府 我們在說這個貧富懸殊 我們不是說這一幫人是很憤怒 而是這裡這一幫人很憤怒 就是這一幫人可能覺得他們有錢的 或者是在這個中產階級的上層 或者是中產階級的上層 如果你把它分為不同的政黨 比如是這個泛民、民建聯、社民聯 我把社民聯和人民力量等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建制派這裡有很大堆人 其實 他們 也是不滿政府的表現 所以對於建制派來說 其實這件事實在不太好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現在問了一個問題 這是一月的圖表 這是一月的圖表 在一月的時候 當時是沒有人關注這個通貨膨脹的 但是到了四月的時候 即是一年之後 很多人是關注通貨膨脹的 還有看看這個貧富懸殊的問題 你看到是不斷地在香港出現的 而是從12月到4月 是增加了更加多的 還有這個 在2010年1月 大家都不是很關注這個地產的問題 到現在已經變成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即是樓價的問題 我們問人家 現在香港最關注的問題是甚麼 我就答應這些答案 我們又問他 你滿不滿意的 政府對於這個問題的表現的情況 很多人都說政府一天都做不到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 說他們是不滿政府的表現 而很多這些人 就說他們是非常不滿意的 對於政府的表現 很具體來說 那些人是不滿甚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貧富懸殊 四個裡面有三個 是這樣的 還有那個房屋的價格增加 差不多和不同的人都是反對 還有這個如何處理 那個財政預算 百分之六十人都不滿 還有改善醫療服務 差不多百分之五十人都有這些不滿的 在這些議題方面 我可以跟你說 確保大家 諮詢大眾 我想現在來說 比四月來說 那些人更加不滿 諮詢大眾這方面 我做了這類的 香港的研究 做了二十年 如果我們問人家 如果想問他們這些情況 你呢 你希望把財政預算的錢 放在哪個地方最好呢 你想放在你的袋子裡 你覺得呢 那裡面 小一個人 是希望有六千元的 那他想政府做些甚麼呢 其實他想政府也去洗錢 改善貧富懸殊 以及提供多些可以住的房屋 可以負擔多的房屋 以及提供更改善醫療服務 他們希望政府做好他的工作 還有大概四人之三的人在這裡 希望政府做這些議題 另外一個比較多人想看到政府做的事 就是改善老人的福利 香港人不是想拿這些額外的錢 他們希望看到政府採取一些行動 我們問他關於公平的問題 很有趣的 William Hutton 在BBC就說到一件事 他就說中東的情況 他就說出一個公平的問題 說這是很重要的 到那些社會來說 其實任何社會來說 公平也是很重要的 當我們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拿到這個 很絕大部分的被訪者 都覺得政府是做了一些不公平的決定 我們說得很清楚 我們這個問題問得很清楚 有些人有沒有參與過的諮詢 8.8.8的公共諮詢 然後我們就問他 問每一個人 你覺得政府對公共市民的意見有多側重呢 8.8的那些參與過的諮詢 這就是他們的平均 你請你留意 雖然那個滿意律 對政府來說是有審慎的考慮的意見 是有改善的 在8%參加一個公共諮詢的人當中 但是很多人都覺得 政府沒有什麼認真處理公眾的意見 所以那些在外面的人 或者在政府裏面的人 或者那些有參與過的人 很多人呢 很多人呢 其實真的對政府 對處理諮詢的結果 都是有點失望的 所以我覺得政府 真的應該改善它 公共諮詢的過程 政府呢 是需要改善它 它的諮詢過程 這些數據顯示 我們應該令這些諮詢 有一個調查 在財政預算辯論之後進行 我們也在去年秋天的時候 在財政預算辯論之後進行 我們也在去年秋天的時候 在財政預算辯論之後 或者這個圖表 也有這個看法 不是只有錢的人才會這麼想的 還有呢 走突出的就是一件事 那個對比了 那些人覺得 這些政策是公平了 或者是沒有那麼公平 那些人的財政預算差距 也很大 那我就說到那些人的 憂慮的地方 那這次我們加入了兩項目 就是我們選了兩項項目 因為我們留意了那些人 是關注貧富懸殊 在過去一年 那些人都關注貧富懸殊 那這次我們加入了一些 系列的問題 那這個貧富懸殊 就是取締了這個 空氣污染 成為那些人最關注的地方 以前的空氣污染 不是第一個 那些人最關注的問題 還有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在2010年12月 關於這個社會的不安 和這個抗議 街頭抗議 那個的關注都已經降低了 那所以說回 民眾的智慧來說 我們對那些 幾百人的避防者當中 他們現在 其實今上的看法 就是對政府 越來越不滿 所以警方都變得緊張 我們將這些問題 再問一次 是關於財政預算的 你可以留意到 這次我們沒有一個月 才提供一些什麼答案 你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問一下 那些人怎麼看的 支出 籌證支出 那你問一下他 看看 你看十個裡面有九個 都希望 政府加多一些 房屋和大陸的開支 80%以上 希望能夠復健居屋 也許很多人 希望多一些錢 在老人家身上 手上職業的人 都希望能夠 是可以 導致收支平衡 如果他 如果他 至少如果 希望能夠盡量 好好地用這些錢 就不用那麼發併這些錢 他們的 這個就是我們 給他選擇的 這份被訪者的第四個選擇 其實 你都希望 有些人說要求 增加薪酬稅 三成之一 就是選擇最後這一項 就是把這些錢還給香港人 那他覺得 哪些方面的開支可以減低呢 他們就希望 那個貧富懸殊 其實就不是一個原因 令人覺得 是需要派錢的 那個貧富懸殊 反而是一個機會 令人覺得政府 應該是做好些的 讓那些人能夠 去真的出去 去做回去的事情 或者什麼呢 比如改善香港的房屋 醫療 服務 或者保障香港的環境 教育 或者是食品安全等等 即是說 幫助那些人 能夠做好這方面的情況 改善這個情況 那些人就不是要求 增加派錢的 或者是那些 是給社會福利的公門 那些資助的 好了 那四月的時候 那些人怎樣看 那些政黨呢 那麼來到 跟十二月的相比 你看到 藍色的數字 你可以看到 藍色的時候 十二月的時候 是多些人的 現在那些人 對那些政黨 也有一些是不滿意的 那看看明天的情況是怎樣 那也可能有些人 對那些政黨 是會表現不滿的 那些人的遊行當中 那明天可能有兩個遊行 一個就是反對政府 另一個就是表達 對那些政黨的不滿 那些人可能會覺得很難選擇 應該跟哪一個政黨的旗次來行 那些參與政府的政黨 那些人覺得 那些政黨 就沒有集中 去改善民生 那些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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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對政黨的 滿意的趨勢 那些民生 那些民生 是否有更多的滿意度 或者是不滿的程度 那些滿意度是怎樣 你留意到整體來說 即使是在八月 正在政改的風波之後 那接著 在十二月的時候 就是這樣跌了 跟著最近 又再跌回滿意度 這個公盟 是跌得很厲害的 不過其實 每一個政黨 都是向下滑的 除了 有一個政黨 它是沒有分裂的 是誰呢 就是這個民建聯 是一個統一的政黨 就是民建聯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你看回環境因素 所有政府都會有政黨 即是一黨專政局 都是有一個黨的 這不是意外的事 如果沒有一個正式的黨派 有參與選舉的話 如果你沒有選舉 就好像在巴士 但是沒有人 沒有一個台判一樣 所以就好像一個 大型的具體的物件 很快地向前走 然後最後就是車位人亡 如果沒有人開車的話 當你沒有一些正式的渠道 或者一些小小的渠道 讓人們表達意見的話 如果沒有這麼有秩序的遊行 如果有些人很樂意參與的話 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另一類可以出現的情況是什麼 就是這樣 這就是I come 和俊尼亞 和這裡 中國 這是我們想避免的情況 這是我們想避免的情況 所以選舉就是不重要 多謝 謝謝Michael 在傳媒的朋友問一些問題之前 不如我們給三位評論的朋友 去講一講 數據和分析 可以有什麼意義 有什麼形容的意義 不如先開始 其實呢 都幾頂帽子 所以就 你有這個SI Do you have simultaneous trans... Oh you have OK,so I can speak in Cantonese 其實都幾頂帽子 所以就 我先聲明我的身份 然後再因應那個身份 來有些評論 首先呢 作為一個CDI的顧問 或者是這個advisor的時候 這份報告當然是非常之有用的 以及也很具參考的價值 如果用這個身份 我看到的情況 其實事實上 我會覺得 對一個所謂的opposition 就是一個所謂的反對派來講 reactively too...fragmented 太過...fragmented 太過散 太多反對派 我們有四五個 五六個的反對派 這樣 不是一個很結實的反對派 當然呢 所謂現在的泛民 也有一個合作和團結 但是如果你要有一個很強的opposition 這個情況是一個所謂的負面的 亦都因為這樣的情況 你見到其實那些數據 我只是扮中立分析而已 你見到數據 其實就是當政府的民望高的時候 當政府的民望低 好像現在這樣低的時候 反對派來說 民望又不是特別高 傳統智慧 我想Michael De Gaulle 就在西方政治熟悉 傳統智慧差不多是執政政府 民望高的時候 反對派就相對民望低 或者 vice versa 執政民望低的時候 反對派就容易民望高 台灣的情況現在也是這樣 從這個角度 香港很奇怪 執政民望低 但是反對民望都不是高 這個情況就是值得思考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剛才我所說的就是 反對派就是民主派 泛民是比較fragmented的 這是一個重要因素 第二個因素 其實這個可能是一個市民都明白 香港的反對派是不會有機會執政的 所以他對反對派的期望 可能只是期望他做反對的角色 不是期望他去取代現政府的角色 這個情況我相信未來 去到2017或者2022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轉變 當然我希望Michael會繼續幫我們做這個分析 即是執政和民望高低 即是執政和民望高低 那個相對的 會不會是有一個 有一個所謂的反對的情況 會出現到 好了 這兩點是我的評論 即是作為顧問 但我也覺得 我也應該在這個階段裏面 雖然就是 Jeff 我的參與是一個個人的獨立身份 但我也覺得看完這份報告 我作為民主黨的副主席 我也覺得是想有一些回應 一、兩句 我想市民對現在的政府 那個不滿或者失望的程度 是很強烈的 有否像Michael De Gaulle說 明天的遊行到十萬以上 或者二十萬都不出奇 我跟他的分析 即是大底 我都覺得明天的遊行 相對去年或者前年 或者過去兩三年 都會是一個相對新高的情況 我不會覺得 差異是接近十萬 但十萬以上 我只覺得 都是有點困難的 但我覺得 approaching ten hundred thousand 是不難的 我覺得明天也是 但我覺得 在這個階段裏面 如果帶回民主派的帽子 我們應該在這個階段裏面 要守住民主派裏面 作為副主席 即是民主黨的副主席 我們在這個階段裏面 我們要經歷過去年 尤其是去年的公投議題 在這個階段裏面 其實是一個時候 民主派內部 應該要有多些合作 減少分歧 或者減少內部的矛盾和摩擦 這個我相信 對團結未來 邁向全面普選 是一個積極和正面的作用 如果我們是 能夠民主派內部 能夠更加強團結的時候 加強合作 是versus 剛才我的comment 因為反對派 傳統指揮就是 執政政府民望低 反對派民望高 而我們民望高不到 其中有兩個原因 我自己覺得剛才所說的 第一 我們是沒有機會執政 第二 我們也是太過fragmented 這兩個因素 執政這件事 市民也認識的 我們怎樣吹吹不到 即2017或者2022 會不會先來一個全面的真正普選 但在短期的將來 兩三年之間 我們不會有機會執政 所以其中一個因素就是 它解決不了 第二個因素就是 民主派能夠團結多些 能夠令到民望高些 未來兩次的選舉 甚至三次的選舉 我們的成績會好些 包括今年區議會 特首是假的 我清楚的 但是立法會的選舉 如果我們能夠民主派內部 合作團結一點 我相信這個是互相有比憶的 這是我的remark 謝謝善重嘉 特別說了很多 我再說一句 因為我要趕著開下一個會 我要開西九 所以三點鐘熱就道歉 道歉 多謝善重嘉 說關於很多非建制派的黨派的狀況 我想嘉樂會不會講一下 特別我們講到裡面很多市民 如何看政府在諮詢中 政府的管治會不會有些事情要留意 跟市民的互動會是怎樣 或者嘉樂可以講一講 我想說中文還是英文講 中文比較好 中文比較好 You're fine? You sure about that? I can speak Polish if you like 如果你喜歡的話 我可以講波蘭文也可以 講笑而已 CDI的同事邀請我 來做一些評論和分享 我和Marco de Gaulia是同事 大家都是在集會大學 她的研究方法 她背後的理據 她的經驗 我都相信香港來講 是首一指的這方面的專家 我就不敢有什麼很大的批評 我只是希望從幾方面 可能大概三方面 去就著剛才的報告 做一些回應 也都是回應主持 是剛才請我去評述的 關於香港管治所面對的一些問題 第一點就是 不用英文很困難的 那個字叫Paradox 中文叫釣詭 什麼叫釣詭 也很難理解 就是欲速之不達的那種情況 那種感覺 這個Paradox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我們一方面見到 香港是有一個政治的困局在這裡 這個困局不是一次的民意調查 是讓我們看到的 是回歸以來 十四年 是一直都存在的這個政治的困局 有很多死裂 有很多瓶頸的位置 政治的困局 當然是要用政治的力量去解決 是要多些人去參與 不論是團結的方法 又或者是分頭進行的方法 始終是要參與一個政治的過程裡面 去推動政治制度的轉變 才可以將剛才我們見到的那些瓶頸的位置 所展現出來大家那種不滿的情緒 是輸解的 但是這個Paradox 另一面正正就是 很多的香港市民 或者身處其中的政治人 或者政黨都是 是 一 展現出那種信任度不高 市民對政黨的信任度不高 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不高 市民對政府官員 政治人物的信任度都是不高 政黨或者是政治參與過程裡面的活躍持份者 或者是活躍持份者 本身之間的互信 都在這個制度下 是表現不到那種互相的信任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困難的地方 就是一個Paradox的地方 就是你要集中很多政治的能量去推動改革 但是同時間不論市民 或者是自己參與其中的 大家對政治那種希望 那種信念 那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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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很低 那這個就是我們看到那個問題 其實今天的數據 或者以往我們看到的數據 都是呈現了這個很重要的現象 我想簡單一句 我就會覺得 其實我們所有在香港的人 都是在我們這個不健全的政治制度下 是在受苦 We are all victims of the system of governance that we've got in Hong Kong That's the point 好 在最初 Michael給我們的資料上面 可能大家都會想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就是行政長官選舉來了 大家想像一下 我們有投票權 大家有一個很虛擬的一個 一個投票的感覺 在這裏 所謂的領頭的人物 Ritter Fan 他拿到的支持度是多少呢? 百分之二十八 那這個百分之二十八 如果你放在一個正常的 健康的開放的 民主政治秩序裏面 是甚麼的支持度呢? 你看完之後 看完之後 有沒有搞錯 You kidding me? 20%? That's it? 你說笑甚麼? 這麼少就已經是? 有更多的市民 是覺得不知道 不肯定 不想說 你會感覺到那種 即使你在一個問卷調查 或者一個虛擬的設計環境裏面 去鼓勵香港市民去表達一種態度 他們都覺得沒有意思的 沒有興趣的 或者不知道怎麼辦 而Ritter Fan 所謂相對較高 而且過不到三成的支持度 不多不少 是因為一個很現實的 也是制度所引申的問題 他在這個名單上面 他是唯一一個清清楚楚 是中央政府 北京政府 是會接受的 一個人 因為他本人 已經是 人民代表大會的 代表 他坐在北京 他跟中央很多接觸 他是中央的紅人 要人來的 在一個行政長官選舉裏面 在這個時刻 最重要的 如果要贏 或者要得到更多的機會去贏出 其實最重要的是 中央人民政府的接受 最重要在這一刻 一般的市民說些甚麼 他們是沒有投票權 這裏是一個很大的落差 在整個制度設計上面 是衍生到這個問題 我希望藉此解釋一下 被人見到那個圖表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不過 這個問卷當然可以再做的時候 這個民意調查 對不起 可以再做的時候 其實可以問多些事 如果Ritter Fan 作為中央接受的一個重要人物 他會說我要為《基本法》第23條去立法 他要緊跟一些中央的路線 譬如說現在香港特區政府所提倡的 要把補選的這個機制器拿走 如果他講出這些政見之後 他的支持度會不會在市民心目中 還是相對較高呢 我不肯定 因為這個調查沒有問這些問題 暫時還沒有問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會看到 從那個管治的角度去看 這個民意調查 正正再一次 重新見到香港的政治困局 我們依然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之上 我們依然是被有權有勢的團體 或者組織或者一些人物 拖著我們香港的政治發展 那越拖得久 其實會令到更加多的市民 剛才看到那個不信任 或者不滿度 是一路一路的增長 這個不滿度一路的增長 我不覺得我的同事Michael Degolia 是嚇著我們 就是拿希臘 或者是埃及 又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情 我不覺得他在那裡危言爽聽 我覺得那個危機 已經是存在 也都是三番四次 我們盡了我們的責任 去告訴所有人 這個危機是確實存在 為什麼 為什麼 問題反而就是 有權的不去聽 有能力改變香港政制的不去做 這個正正就是我們所見到的問題所在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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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夫子一樓耀少寫下了很多東西 我想要給劉耀少說一說 對現在香港的狀況的看法 謝謝 多謝 我盡量嘗試 很精簡地說出一些我們看的現象和現象的背後 希望兩樣東西結合才能看到真像 就這個報告來看 我覺得是很多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 尤其是它裡面有些角度 是一般傳統的民意調查裡面是沒有的 譬如說它將一些不同的人物的組合 有男性、女性 有這個… 和一個人都可能會組成不同的 category裡面 變成裡面可以給我們多角度 這一點來說我覺得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只不過是說很多人去看這一類的民意調查 往往又想看到很精簡和critical 很關鍵的趨勢 變成我看下去的時候 我就有一點分散的感覺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有待去繼續提高 這個很簡單而已 然後我想說一個就是 現在的報告主要是在香港人的角度 來看未來特首 甚至上推演到2017 如果是真的有普選的 那個角度如何去找特首 以及市民的關心程度 從而從來特首 從來又如何去因應市民的訴求 來做自己的部署 是在這個計算的基礎上做的 但是我到今時今日 就是我有限的接觸 跟香港政界以及內地各方面的朋友接觸 到今時今日,我還是比較懷疑香港這一套推行政治運作的方式和發展 是不是北京願意在未來六年裏面 所謂未來六年,包括2012的特首選舉和2017的選舉裏面 是不是北京在想的一套呢?我挺懷疑的 不是說這個報告不準確,而是說如果兩種思維不同的話 很可能到時到後大家會想,我希望特首會怎樣 特首又會想,我希望聽到選民的意見,然後我怎樣做 得出來的結果呢?很可能和真正的結果是很不同的 大家記住一句說話,現在北京的演繹到2017的演繹 它是說2017可以有普選 它的語言是可以有普選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的潛台詞裏面 就是如果條件成熟就可以有普選 如果條件不成熟的話,是可以沒有普選 而你們是不能罵我的 因為你們沒有從我的政治文化裏面去理解我這句說話 所以從這個報告,我接著就想講講 我覺得現在,剛才陳家洛說 香港現在有困局,政治困局 為什麼會形成呢?很簡單的概括 我覺得是一些結構性問題和實踐性局限 兩樣東西加起來出現的怪胎 這裡是兩個,一個就是結構性 存在了很多困難 另外一個是實踐性的局限 就是說你有很多東西是困難 但是你都可以嘗試慢慢慢慢解決它 但是你這兩者加起來,就成為了一個怪胎 得到的結果是怎樣呢? 兩大結果,一個就是市民越來越不關心 甚至上討厭政治 因為大家覺得關心沒有效果 這個不是老百姓的錯 是官方有意無意之間製造了這樣的效果 第二個結果就是參政的人士 包括執政者、政府和從政的人士、政黨 或者參與政治活動的人士 都沒有得到真正的碰撞和磨煉 你沒有了這樣的實踐 真正的碰撞和磨煉 自然水平就會有一定的局限 我們可以看看兩岸政府 共產黨是經過真正的碰撞和磨煉 因為它是從打生打死的角度裡面打出來 即使現在他們也有真正的實踐 來鍛煉它的權力的平衡術 台灣同樣是現在基本上慢慢走向兩黨制 但是它是有政治生命的威脅的 香港很可惜沒有 剛才善重家說 反對黨絕對不會想到可以執政 執政者也絕對不會想到在香港裡面 它會失去政權 因為政權是爺給的 中央給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政府出現的情況 看了這麼多年 回歸以來14年 我就發覺現在就是 球員 即是有一方的球員 是不下場打球 但是他們在控制局面 即是等於大家打足球遊戲 拿著一支棍子去玩一隻 真正的球員是不下場的 下場的不是真正的決策 所以 另外 球員 它也是球證來的 一方的球員也是球證來的 這些就是結構性的怪胎 而令到下場打球的人士 即是政府 它出現了三個能力的缺乏 一個就是預視能力,就是那個foreseeing的能力 是遠遠不足夠的 因為以前港英政府在這裡的時候,是港英政府做了決策 而他們公務員是執行的 現在北京告訴你,一國兩制你都是有權決策 而實際上是沒有的 而他們也過去沒有決策的訓練 現在表面上有,但又是沒有 他們不會立刻想到,我真的有決策權 而給他決策權的時候,他又做不到 所以第一個是缺乏了預視能力 你看到他執政以來,不知道執政之後兩三年會發生什麼 所以跟內地經濟上的結合等等 是遠遠落後於形勢,落後於內地的主動性 這個就是第一個預視能力的不足 第二個就是執行能力的不足 所謂執行能力就是,你說了 好了,或者和國內大家默契了 但是如何執行呢? 我舉好典型的例子 2008年香港政府已經提了所謂六大生產業 這六個生產業其實是1995年 已經很多人提了 只不過是說,特區政府無論在董建華年代 或者曾蔭權年代,都沒有預視著 原來香港的經濟是要走出來的 所以那十大建議全部都放在一邊 現在香港經濟不行 然後就在這些歷史的垃圾堆裡面 找回其中六項出來 但是找了,08年在施政報告裡面說了 但是到今時今日,大家又會發覺 這六大生產業執行了有多少呢? 甚至上它自己本身有沒有再宣傳這六大生產業呢? 沒有 所以第二個執行能力又發覺很不一樣 第三個就是應變的能力,reacting 現在就發覺面對一些突然轉變的形勢 以致危機 這一批官員的應變能力都沒有 所以大家可以發覺 現在惡的,就可以有效果的 新界居民,或者現在僭建屋宇 然後很多政策,經過了反對之後 又突然間修改,派六千元 那個過程大家已經看到了 所以這個就是結構性和實踐性不足的情況之下 引致執政者成為壁腳鴨 這個報告裡面也有說到政黨本身的局限 我同樣是覺得,原因就是剛才說那個 結構性和實踐的局限 令到香港的政黨和參政人士都難以得到磨練 很簡單去劃分,這些參政人士 無非就是建制派和官方稱為反對派 民間又是泛民陣營 是同樣令到這兩個陣營是沒有辦法得到真正的磨練的 因為親建制派或者建制派的人士 他們是在庇護和扶持之下來參政的 他們可以透過很多委任 譬如現在是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 他們是在庇護之下慢慢上去的階梯 但是如果他們沒有真正的磨練的話 很典型的一個人物,陳克勤 他進入特首辦 但是到最後沒有辦法融入文化 從而他要走出另一條路 所以建制派裡面的情況就是 自己人是完全在溫室之下 你見到他很多的資源 民建聯現在絕對不會為錢來仇 民主派就招了頭 但是他們絕對不用仇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已經覺得未來的世界 慢慢走止不出事 就會是他們的了 所以這一個是形成了 他們也拿不出什麼實際的政績 至於反對派 但是他們得不到磨練的原因 既因為他們被視為反對派 所以從資源上已經是很大的局限 譬如說 民主派的人士花很多精神去研究很多社會政策 但是大家都知道 很核心的數據 一定是掌握政府手裡面 政府會不會這麼容易拿出來 讓他們做研究呢 然後 即使做了很多研究出來 但是你要轉化成為成效的 一定是要政府接受 或某個程度上 是去讓大家知道 政府都願意吸收 泛民 或者反對派的意見 但是現在大家就會發覺 政府是基於北京的原因 基於他們的政權 或者親疏有別的文化等等 是沒有真正去給這個機會 或者公平的機會 去給所有的參政者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預計 未來一段相對長的時候裡面 香港的政治仍然會陷於困局 主要原因就是 北京在香港知道政黨的存在 不過他只是願意鞏固 有利於他的政黨 但是他又不能夠讓這些政黨 即是不會將這些支持政府的政黨 扔他進南水海 讓他自己磨煉 找個水泡扶著他們 結果又是得不到真正的成績 所以我想這個只能夠是靠大家 大家再透過推動公民參與這個過程 我很強調 真的要大家公民自己覺得 你自己參與了政治 用你自己的票起到作用 才可以推動現在形勢的變化 如果不是 我想大家只能夠是用時間換空間 是用這樣的態度 我這個態度不是消極的 我這個態度是結合了現實 以及去加強我們自己本身的寄望 在這樣之下去推動的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多謝 好 謝謝夫子 我想傳媒朋友都可能有些問題 不如這個麥克風 南華早報的朋友 在這個調查中 在這個調查中 比較多的人選擇 非法民的候選人 作為將來的特首 是非常有趣的問題 那麼這些呢 你覺得呢 有些什麼理由呢 還有呢 正面來說 有些理由 有些什麼原因 導致這樣發現呢 為何這些人 都喜歡女性的候選人 这些很有趣的问题 刚才讲到吊诡paradox这个词 以及一些矛盾 就是说 你很少见到政府 反对党也不受欢迎 市民对于两者都不满 所以我们这个结果里面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样显示 人民对政府不满 也不满意政党所做的事 所以在泛民阵营那里 我们看到他们就与政改 有很多内控 而市民也对此作出了他们的回应 其实某一方面 这些都是联系的 因为女性经常被视为 可以是和平替造者 通常都是男人在打架 男人去打仗 或者是黑社会打架 所以如果你想有些人真的 跟人夹得来的 他们可以解决问题的 对于我们的贫富懸殊 福利等等 是会做些事情的 这些好像是我们家庭里面 要处理的问题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女性就会处理家居 照顾长者 教育小孩 所以基本上 好像是一种潜意识的反应 所以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 其实这个不仅是一个简单的 民意调查 如果它是民意调查 你可以去看看 香港大学的民意调查 其实我们这个调查 我们是想做一个更加深入 想知道市民在想什么 那其实香港市民呢 其实现在是发出这个讯息 给我们的政党和政府 就是说 他们现在对于整个的制度 都是不满意的 现在这个制度是 不能够运作良好的 在我们较早的研究里面 很多人都支持改革 他们知道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 而可能 因为男性已经管理了香港很久了 或者是否应该试试用女性 所以 在深层可能是有这种感觉 好了 可以继续不断地尝试的 如果这个方法不行 就是试第二个 苹果朋友 其实想问回家乐 因为那是女性做特首的问题 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是否觉得现在 政界里面 女性的表现比较好 还有会不会泛民 去派不派选特首的时候 都会考虑这一点 可能会找Audrey 或者陈太的机会 会比较高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个问题你问我 真的挺有趣的 我觉得大家在找一些合适 有能力的参选人 我想是否 男性或者女性 真的未必是大家的考虑 因为 其实在这个研究当中 我们展现出来的 其实是将一些人名 根据她们的性别 再重新组合 而展示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件事 其实是这么简单的 在那个研究方法里面 OK?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我们很快就跳过去的结论 就是一定要是男性 或者一定要是女性 而且一定要是多少岁的男性 或者多少岁的女性 或者一定要是有立法会的背景 还是有行战 这些其实 其实 讲来讲去 都是一个知力 信任度 亲和力 魅力 这些议题 如果你说在香港的政圈之中 我相信 有以上的素质 的立法会议员当中 有男性 亦有女性 只是这么巧 在过去的 五至六年当中 较为真是突出到 亦有以上所说的 质素 的政治人物 我们真是会说得出的是 陈太 我们真是会说得出的是 余若薇 Audrey 我相信这个背景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 我尝试很客观地分析 另外你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 问多次 泛民要 如果他选特首 如果泛民要派一个人去选特首的话 会不会首先考虑 看这个研究 然后选择一个女性 可能你的名字就是 陈太 Audrey 而不是 大家经常说 阿杰哥 我尝试这样回应 第一 这里哪有人可以代表到 泛民主派 对吧 没有人可以代表到 泛民主派 对吧 老实说 谁敢代表到泛民主派 这都未必出到门口 我只可以这样说 因为他说 泛民是很分裂的 如果我代表泛民主派 我一定会被人罵 我想问题是这样 最重要的 在目前来说 是要问 在这个政治的格局里面 就是刚才 刘耀少先生所说的 结构性的困难 那时候 怎样可以突出 如果要参与的话 是为何而来呢 理据是什么呢 是想达到什么效果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 连这个最基本的 共识 在泛民主派里面 都未找到的时候 而大家就去 说要参加 但很明显 这是一个假的选举 我必须要强调 这个不是一个真的选举 这个是假的选举 因为结果已经很清楚 反对力量 民主运动的参与 是不会有机会 是胜出的时候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连这个基本的认识 都能达到共识 而去参与 我只会看到大家 就去参加 好像一个简单的选美活动 都没有什么大分别 而大家在参与的过程里 大家都知道 都是一种 一种艺术的表达方式 表达之后又怎样呢 我看不到 就这样去的话 是会对推动 民主运动的民主运动 或者推动制度的改革方面 可以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会 我想作为一个市民来说 都希望看到 先谈清楚 到底 你没有机会 胜出的前提下 你参与 想达到一个什么的效果 怎样可以推动到 香港的政治制度的改变 这个才是第一个大前提 而之后再说 人选的问题 是会较为聪明的做法 其他记者朋友 有 可能没有一些事情 我只想再加一件事 我认为 有一个原因 我想说 就是 曼徐黎泰 为什么现在这么高分 因为 他曾经处理过很多问题 处理过很多政党 在我们的 而 其实 他一直被视为 颇为公平公正 这个问题 在我们社会里面 还有 说到 这个 税收 和 如何花政府的钱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很平公正的人 那 譬如 好像小孩 吵架 通常 妈妈叫她们不要吵 所以 可能她有一个 这样的形象 我们潜意识里面 是可能 对女性有一种 这样的支持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在之前 两次 我们是 又选 特首 其实那两次 都不是一个 真正的选举 好像Kenneth 刚才所说 在那两次的选举里面 好像有一些 梦幻团队 我们有 董建华 和陈芳安生 那时候 好像很多人都支持 大部分的人 都觉得 他们是一个梦幻团队 而我们上次 的 调查 也有很多人 是选择曾荫权的 如果有选举的话 真是曾荫权 会赢的 但是 今次 也是很有趣 是关于 范淑黎泰 和其他的候选人 他们 就是没有办法 可以得到 大部分人的认同 就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 梦幻团队 可能 法恶梦团队 就有的 所以 我就看得很清楚 曾荫权 和唐英年 的比较 如果 真的成为香港特首 是不是对香港好呢 我就不是这样想 了 我觉得那些数据 就显示出 就是说 如果 唐英年一直做中任权 所做的事情的话 那其实 只能搞 在数据里面 显示得很清楚的 这一点 所以 有些事情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为什么 他们选择 一位女性呢 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很清楚 好像 Johnny刚才说到 其实有些事情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来谈 但是有些事情 其实不是很清楚 这个不是我的错 这个是香港人 这个是他们的答案 对不起 我亦都想回答你的问题 是关于 泛民派人参与 这个特首选举 因为 我又不属于 泛民的政党 那我呢 只可以 以作为一个选民的身份 来说话 作为一个选民 其实我是非常强烈地 促请 泛民派出一个人来参选的 虽然这个选举 到最后都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仍然有一个可能性 当然只不过是一个可能性 就是2017年 所以 现在 我们曾经有梁家杰先生 他是上次 是参与特首选举 那实在是令到事情是很不同的 至少候选人是要做一些事情 那 当然 候选人到后来 他完全是没有实现他所说的 他所答应我们的事情 而未来的特首候选人 一定要做得更加好才行的 我们相信他也会做得更加好的 所以这个过程 是我们应该有的 和我觉得是会更加好的 如果是有超过 多过一个 这个人是由泛民那里派出来参选 而泛民呢 就可以他们自己 首先有一个基层选举先 那就向香港市民显示出 是他们很有能力 是参与一个非常複雜的政治过程的 而市民呢 亦都可以有机会 就说 我们是想这个候选人来代表我们 那他们亦都可以向选民显示出 到2017年的时候呢 他们是一个非常可信的 一个泛民的参选人是可以参选的 其他传媒朋友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可能会加一个最后的 remark 刚刚讲那个性别很有趣的议题 其实反而可能引申到一个 香港过往还没有主力做的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身份政治 就是文化角度里面的所谓identity politics 在欧美社会当然做了很多 已经不单是性别 而是讲的是哪些的党派比较支持环保 原来近些几年 我们在香港里面 某一些的民主党派都开始很注重环保保育 但是其他党派又如何呢 比如民主党自己主打是哪几个议题呢 自由党 或者现在可能是新民党 他会claim自己去探讨很多所谓创意经济 你看到可能是叶楼淑宇 讲很多关于创意产业、科技产业 其实他们全部想拔住一些人的身份 那个身份背后就反映到他们的利益 我想这方面可能正正就是 现在很多党派都aware 和想做多一点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看到更多有趣的议题的窗疫 如果传媒朋友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还可以继续聊天 多谢各位朋友今天到来 谢谢